接下來呢 這一位上台的朋友呢 叫做Eric Eric老師呢 我為什麼叫他 他是真正的老師喔 所以你們要祝他教師節快樂好不好 Eric老師在 是 你是 非常厲害的一位老師 他會講中文 大家不用擔心 聽不懂 他的中文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老師也是 今天剛好有來調聲 然後剛好唱出劇佳 剛好會彈吉他 剛好會唱歌 就剛好報名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們對老師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上網搜尋他的名字 他叫徐瑞凱 他的中文名字瑞是瑞智的瑞凱 也是那個凱德凱書 摩德凱 對 好 徐瑞 那老師準備好了嗎 我要交給你 好 掌聲歡迎Eric老師 其實永遠沒辦法準備 對也是 沒有因為我平常是 如果在台上我是 參加什麼講座啊 還是什麼介紹歌曲啊 什麼這樣 我是 平常是聽音樂 研究音樂 我不是唱歌的人 所以在這種地方 我也會緊張 因為我 比較習慣就是 講話而已 唱歌平常只有在客廳 自己的客廳裡面而已 但是音樂總監就問我要不要試試看 我說 好吧 那我就試試看 會不會太可怕 好 那我就先唱一首英文歌 那這首歌是 很好的歌 《比我還老》 這個是Beatles的1968年出版的歌曲 這個歌是Paul McCartney 作詞作曲 創曲 那你們就來試試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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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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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